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其实厦门不是第一回 我三四年前也来过一次厦门 我上一回来也是采访 然后去了客家的那个桶楼 那个感觉像那个火箭发射基地一样的地方 其实这么多玩家 第一次见到林牧玉先生的人有很多 大家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一定还是有关沙木3的 所以我想第一个就先问这个问题 就是沙木3现在的开发进展还顺利吗 然后林牧玉先生现在的工作状况怎么样 まず最初の質問は 沙木3の今の開発状况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今どういう状態なのか 簡単にシェア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います 沙木3は今順調に進んでいます 日本語のテキストが大体終わって 今は英語のレコーディングをしたり ローカライズの作業に入っています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沙木3现在游戏开发的状况 是非常非常顺利的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日文版本 已经基本上完成 现在正在做一些 比如说英文的语音的录制 包括中文啊 什么这些本地化的一些工作 都在非常顺利的展开 映像もすごく綺麗にできていますから 皆さん期待してください 这回的画面呢 是非常非常绚丽 非常非常好看的 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 非常期待 すごく期待しています 我们回想1999年 其实沙木1在当时来说 是一个简直令人不可置信的 这样一个庞大的项目 所以为什么将这样一个 巨大的项目 游戏的舞台定在中国 中国对林武宇宣传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中国剑法をたくさん使ったことにあります 首先呢 其实我做那个沙木1的时候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最开始我们做了一款游戏 叫VR战士 然后这个游戏 因为里面也用了很多中国的武术武功 所以说当时我也是来到中国 进行了很多的采访 对于企画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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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々な剣法の特徴 をつけなくちゃ いけなかったので 中国には 例えば猿犬とか 動物に似せた剣法が 水犬とか たくさんあって 松林寺とか 他の剣法の盛んな町に行って それで取材をして その時中国の皆さんとか 中国の文化とか 中国の歴史に触れて 中国が好きになりました 当时呢 我也是去参观或者是采访了 很多中国的这个拳法 比如说像猴犬 我们很多有模拟动物的动作 去做的一些拳法 包括我也去了少林寺 然后在整个这个行程过程中呢 有很多中国的这个 等于说导游啊 或者中国人 给了我非常好的一些帮助 然后让我了解了 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历史 然后我对这些东西 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Yuさんとは30年仕事 してますけど 多分日本のゲームの世界では 一番中国に詳しいクリエイターです 梅先生这边就说 那我和林沫裕先生 已经共事了将近30年 那我在我知道的 整个日本游戏行业里面 对中国最了解的游戏制度人 可能就是林沫裕先生了 我们知道林沫裕先生 和中国的很多武术家 像吴连之先生 都有很好的这个合作关系 私人关系也很好 我能问一下 就是直到现在 他和中国的这些 武术界的朋友们 还有联系吗 Yuさんは 色々取材もされて 中国的武术先生们 例えば五連志さんも 仲が良いと伺って おりますけれども 例えば今でも五連志さんとか 他の武术家と交流とか あったりしますか 五連志老师の 使者といいますか 開門八極圈の使者が 日本にもありまして 五連志老师が年に 二回ぐらい 日本に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ね その時に 会いに行ったり 一緒にまた バイチュウ飲んだり しています 那个 吴连之老师的话 是我所有 武术行业里面 等于是最了解的 一个好朋友了 他在八極圈的话 在日本也有一些道场 所以说 吴连之老师每年会 有两次去日本 那我每次都会是 跟那个 吴连之老师一起吃饭 然后我们也一起 喝白酒 什么的 两个人 谁的酒量 更好一点呢 誰が飲めるんですか より飲めるんですか 五連志老师が一番 飲まっても 还是 吴连之师父非常厉害 他喝的更多 喝不过的 OK 那我们话题 先回到游戏一点 我们知道很多玩家 在很多玩家的心中 沙漠 其实是真正开创了 3D的开放世界游戏的 这样一个作品 那么现在呢 有很多很多的 开放世界游戏 因为这样的游戏很多 所以在玩家之中 也会有些争论 有些人认为 不一定开放世界 才是好的游戏 所以我想问一下 林文宇老师 对于开放世界 是怎么看的 这样的游戏是怎么看的 新闻は オープンワールド というゲームジャンルを 作り始めた 最初のゲーム という風には 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て 今もすごい 大人気のジャンル で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Yuさんは オープンワールド ゲーム という について 何か お考えが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 リアリティを 追求していたときに 日頃から 日頃の何気ない部分を 表現したいなと ちょっと考えてました 所以说 开放世界的话 其实 沙漠这款游戏 我们当时 是很注重 这个还原 真实生活的 这一个侧面 然后 其实 还原真实生活 怎么来讲呢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是 把生活中 一些很细节的部分 如果能再现的话 我感觉 这个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沙漠を作り始めたときは 我认为是 在一个游戏里 同时能体验 很多种 不同的东西 这种游戏 是没有的 所以说 当时 我考虑到 这点 我也想 做一个 有更多 可以玩的 东西 可以说是 开放世界游戏的 一个原型 这么一个想法 不同的游戏 行业的话 大部分的3A游戏 其实都是 开放世界游戏 所以说 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感觉当初 自己做的这件事情 没有白做 确实是 对游戏 行业 还是有一定的贡献 在这里 大家再想一次掌声 好不好 我们知道 2015年 沙漠3的这个事情 在13宣布的时候 很多玩家 真的是泪流满面 不是形容词 真的哭出来了 所以我知道 这个游戏 对于林沐先生 也有很大的意义 那么时隔这么多年 决定再把这个游戏 重新续写下去 一定也是一个 不容易的决定 各方面考虑的事情很多 所以我能问一下 最终是什么样的原因 促使林沐先生 做了这个决定呢 2015年 E3で 沙漠3を制作する という発表をしまして 多くのファンが 感動しました これ十何年もたって もう一度 沙漠3を作ろうと思った 舞台裏とかは どういう思いが あったんでしょうか 沙漠2を作って 作り終わってから 5年ぐらい たつと 沙漠3を 作って欲しい というメールとか いろんな声が 毎年 僕のところに 届く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よ 当我制作完 沙漠2 之后 大概5年左右 就陆序的 有很多的玩家 通过 郵件 或者各种方式 把 信息 传达到我 这里 就是 我们想 玩 续作 ライセンスの問題 とか バジェットの問題 とか 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って 皆さんがやってほしい という声は 届いてたんだけど なかなか やる条件が 整わなくて それでも どうしたら できるんだろうか って ずっと考えてました シェムのファンは 小説でもいいし 漫画でもいいから 次のストーリーを 見せてくれ すごく すごい熱い思いを 僕に伝えてくるんですね この玩家の熱情 可以说 真正的 打動了我 就很多玩家 就说 哪怕 你不做游戏 你写一本小説 或者是 你出一个漫画 你让我们知道 後续的剧情 也可以 我们就想 知道 之后 是什么样的 一个 故事情节 大家就不太 喜欢挖坑的人 それで シェムの熱烈なファンの 中の一人 一人が キックスターター 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から どう チャレンジしてみないか っていう風に 僕に 言ってきて そこで 真剣に 考え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最初は小さい シェムの企画 でしたけども ソニーさんとか ディープシルバさんとか いろんな人の 協力を得て シェム3が 結構 大きなボリューム になって 皆さんの ところに 順調に いけば 届けられそうです ディープシルバさん もちろん 大きなボリュー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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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 大きなボリューム 今度は リムーユー 今度は 来た現場 何か 今回で みなさんに 見せるもの あるんでしょうか 8月にヨーロッパの方でゲームズコムというイベントがありまして そこで発表したトレーラームービー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も そこに中国語の字幕を付けたものを 皆さんにお見せしようと思って作ったので見てください 中国の字幕が入ったトレーラーはここで世界初公開です そのもの東のトツクにより海を渡りて現れる 若者決めし力未だ知らず 彼の身を滅ぼすことに 彼の願いを叶えすことに そのもの勇み立つとき我を負める 共に荒れ野の道を行かう 待ちて願い 開口は我のいにしえよりの定めな 地より現れしみるが 黒駒を誘う天王を覆うの 舞い降りし風を その翼によりて 自分を覆うがことで 漆黒の夜は広がれし 明星はひとつ 三万と輝く 中国語の字幕はどうでしたか皆さん 皆さん どうだろう どうだろう insect 谢谢 跟大家说实话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片子 他们绑冰做得很好 片子拿到了一直不让我们看 我刚才在看的时候呢 真的就是眼睛有点湿了 因为我玩了20年游戏 我从不就想到 我能在这个现场 而且是我主持的现场 看到沙漠这款游戏的中文版 在中国正式宣布的这一刻 所以请大家再用掌声鼓励一下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这一刻的喜悦好不好 那既然有了预告片子的话 我们最后看到一个非常精髓的字幕网 要不要把这个好消息 那请林文宇先生再给我们大家发表一次 今日发表があります 中国的M3のpublisher が決定しました 当然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其实我是这回是有备而来的 是告诉大家 这个我们决定正式在中国 推出沙漠山这款游戏 PC版本的话是由VGame来做 推出 PS4のpublisher さんをOasisGameさん ここに決定しました 然后PS4也有版本 是由绿洲游戏 进行代理 我很想请问一下就是 林文先生为什么选择 VGame这样一个合作伙伴 然后两方达成合作这个过程是怎样呢 Yuさん なぜWayGameという プラットフォーム Tencent さんに決めていただいて 非常に嬉しく思ってます 那我之前也知道 VGame是中国最大的PC游戏的 发行平台 然后也有非常非常豐富的经验 然后这一回的话 非常有幸可以跟 騰讯和VGame一起合作 来推出这款游戏 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大了 其实我是非常感谢VGame 也非常荣幸能和 騰讯和VGame一起合作 来推出这款游戏 给到中国的所有的 最核心的玩家 那我们其实知道 沙漠这个系列和中国 本来就渊源很深 在中国有很多 只是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 就有很多很多中国玩家 那么这一次正式进入中国 对于林文宇先生 对这一次的 进入中国市场 有怎样的期待呢 今回の中国市場に 進出するにあたって 中国ファンの皆さんに 何か期待している ものはございますでしょうか 昔から中国の文化とか 歴史とか 中国の人たちにも 取材の時にも 色々お世話になって 僕は中国を敬愛しているんですね 其实我原来就一直 非常喜欢中国 也非常就是 希望和中国的玩家 有更多的互动 然后其实我是 对中国文化 包括整个这个国家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ですから 僕の作ったゲームの中に プレイしていただけると その気持ちが皆さんに 伝わるんじゃないかな と思っているので 早く皆さんの手元に このゲームが渡って 気持ちが伝わるといいな って考えています そうい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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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っぱり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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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Game这边有非常专业的本地化团队 包括他们也做了很多海外游戏的本地化的工作 所以说我是非常期待他们能给中国玩家提供一个 真正的原汁原味的非常好的一个本地化的版本 给到大家 掌声在哪里 其实刚才大家能看到 这次中文版的预告的翻译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然后我和这次的负责翻译的旧桑 我们两个其实也知道一点内部的东西 我们真的对这次的沙漠的翻译 非常有信心 大家一定期待一下好吗 大家请期待一下 我们把 WiGameさんは日本でもやっぱりすごく有名なんですよ だからやっぱり中国に出るときに 本当に中国のファンの人たちに 爱される ローカライズをしてくれるっていう風に 私たちも信じてますんで すごく期待してます 主内先生这边也说到 其实在日本的话 游戏行业内部的人都很了解 知道中国有WiGame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说就是一直也想与WiGame合作 所以说这回他也非常期待 这个本地化的版本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版本 我们把话题回到林木玉先生身上 我们知道林木玉先生 其实他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他一直是站在了游戏行业 这个技术的最尖端的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林木玉先生开发了 世界上第一款体感的阶级游戏机 也知道他做了世界上第一款3D的格斗游戏 所以我很想请问一下林木玉先生 就是关于在做游戏时候的采用的 新技术和游戏之间的关系 他个人是怎么看的 Uさんはこれまでも ずっとそう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最先端の技術を ゲーム業界に取り入れようと 努力しておりまして 例えば一番最初の体感型ゲームとか あるいは最初に3D技術を ゲーム業界に取り入れたとか Uさんが思うに 最先端の技術と いいゲームとは どういう関係性が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 いいゲームと 最先端の技術 あんまり関係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 首先就是说技術 对游戏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好游戏 非要有非常先进的技術 いい技術 技術がなくても すごく感覚のいいゲーム 感性のあるゲームもあるし ただいろんな選択肢が ユーザーの人が選べる選択肢が あったほうが ゲーム業界は絶対いいと思いますね 本身呢 就是我们也知道 游戏肯定不是 由技術決定的了 也有很多好的游戏 因为它的感性 它能让感動玩家 能让玩家真正去体会到 那种創作的精神 所以说 这种游戏也有好游戏 但是呢 从技術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给玩家提供 更多的选择 也有非常先进的技術 导入在游戏里面 所以说 提供更多的选择 其实对游戏行业 或者对我们 做一个游戏人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 就我们可以打个比喻 打个比方 比如说 它跟那个做饭是一样的 有些东西 你可能是非常平淡 你貌不其烦 但是其实很好吃 然后也有很多人 是用了非常牛的技术 然后做的这个菜 也非常好吃 其实这两种东西 都是好吃的 所以说 对我们来讲的话 其实给大家 提供更多的选择 你什么都可以玩到 这一点我认为 其实是更重要 所以说 虽然可以这样说 但是其实每一个游戏制作人 他的游戏制作理念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拿我来讲的话 其实我在我的心目中呢 其实有50%是技术很重要 还有50%是体现在一些游戏的游戏性和感性上 其实我做每一款游戏都会考虑去平衡最好的技术 然后包括它的游戏性两方面都会考虑 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游戏人的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座右名或者是我的一个追求 主内先生这边其实也跟很多游戏制作人 有很深的交往 通过他看的话 其实真正能又顾及游戏性 然后又能把很多的最新的技术 引进到游戏里来的 恐怕全世界看下来 只有林牟宇先生一个人能做到这点 昔これ本当の話だけれども マイケルジャクソンやスティーブンスピルバーグが 鈴木佑さんに会いたいって言って来た時 僕も見てたんですが みんなどうすれば その最先端の技術と 面白いクリエイティブを一緒にできるのか っていうのみんな聞きにきました 其实当时就是可能是很多年前了 当然有一些故人 比如说像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包括スティーブンスピルバーグ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导演 他们都是当年都是非常喜欢 林牟宇先生的作品 然后直接去找到林牟宇先生 去问林牟宇先生 您是怎么把这游戏 做到这个程度的 我们是真想学一学 你这些最先端的技术 是怎么用到这里的 所以说林牟宇先生 真是影响了一代人 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了个饭 然后竹内先生 也跟我说了一些事情 就包括像林牟宇先生 一直到了做沙漠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神人 为什么呢 因为很少有这样一个人 就是他在剧本创作过程中 也深入到了剧本创作的 最深入的部分 也是一个核心的创作人员 然后他同时在沙漠那个年代 他依然是代码级技术级的 核心人员 所以他刚才这段话 也有这一层含义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很少有这种 这么全能 这么天才的游戏制作人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剩下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稍微一点调皮 就是现在啊 这个年代啊 很流行把游戏重置 尤其有一些公司是吧 对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林牟宇先生一生中 有如此多的经典名作 如果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选一款游戏 可以用现在最新的技术 重新做一次的话 他会选哪一款游戏 我常常想做新的事 不想做全新的企业 格好 林文玉先生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吧 是一个一直在追求新的东西的人 我不想再做什么重制版了 我想给大家提供一场完全新的游戏 大家学到了吧 伟大的制作人不做重制 好 那今天时间关系呢 我们的这个访谈环节就到这里 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一下林牧先生和竹内先生 在这个环节的最后呢 至今 未经许翻唱或使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